说实在的,我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买过万代钢铁侠的产品了 一方面是因为MCO热度整体下降,对周边的购买欲也随着变低了 另一方面是万代的钢铁侠真的做的很一般,并且基本都是炒冷饭 换换颜色,改改涂妆又是一个版本,实在是提不起兴趣 直到他们推出了复仇者联盟1的Mk6 虽然也是在2.0的基础上换汤不换药 但是更好的涂妆,更特别的配件,确实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 重点是,更便宜的价格 我们先从它改变最大的地方开始说起 涂妆这回是真的舒服了 红色不再是珠光色,而是有点哑光的金属色 金色不是史黄色,换成了设定里的香槟金 所以这次整体看下来的发色效果特别好 视觉上也耐看了很多 感情做了那么久的钢铁侠 从之前的再版马克7开始才用对颜色 在美系产品上用不用心,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了 虽然涂妆进步了,不过品控却依然一般 说不上糟糕但是都有或大或小的蹭漆 喷涂上的瑕疵 不过最近整个SHF系列的品控都不太好 那倒也习惯了 这回配件真的有点多 手型,特效件,绕流板等等 以及这次的亮点也是让我购买的点 战损面罩,战损胸甲 还有肩膀和小臂的导弹展开替换键 第一次在这个SEED钢铁侠里看到这些小零件 还是挺有新鲜感的 装上去之后效果也是挺不错的 火力全开造型很棒 肩膀上导弹的细节挺精致 手臂上导弹的刻画也还算可以 整个小臂都是软胶件,细节肯定没有那么锐利 不过也不必担心断键 面罩和胸甲的战损细节我个人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 面罩的细节比胸甲的还要更加清晰一些 胸甲比较紧 替换时需要用点巧劲,避免弄断卡榫 在1比12的尺寸下能有这种表现 谈不上很厉害 但也不能说很差吧 由于是同素体换色 可动性其实和上一款相比并没有特别不同 抬头低头拉伸关节等等都是老生常谈 腰部的可动性依然不怎么好 关节的把玩感受也没有什么问题 反倒是左肩膀的这块部件 松到嗨一样 在你玩的过程中不经意碰到就会掉下来 比较碍事 其次就是身体上的一些位置的造型 会稍微的妨碍到比如背后绕油板的两侧 大腿后面的凸起 在凹造型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下避让位置 免得造成蹭膝划痕 因为这次的漆面虽然漂亮 但是有一种不够牢固的感觉 总而来说 这是会让人有新鲜感 甚至产生购买欲望的一款SHF钢铁侠 有好看的涂装 新规配件 相对来说比较特别的造型零件 虽然说也是炒冷饭 但起码还是加了新料的 并且不加价 目前现货价格在400出头 甚至有不到400的 加上这个货量以及最近MCU产品的价格趋势来看 感觉还会继续往下走 以这个素质和价格来看的话 还是蛮推荐入手的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就帮我转发转发转发 也欢迎关注我 并且在弹幕评论区发表你的看法一起讨论 我是黑板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